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为咱们做手术 但是呢 下颌角这里有很多小的神经线 我们在手术的时候触碰到这里是在所难免的 然后如果手术之后的话 可能一到三个月左右 咱们这个会有那个 神经会比较麻木啊 会感觉出感啊什么的 不是特别敏感的这个情况 大概一到三个月左右会比较 就能恢复过来 但是如果我们在手术当中 如果碰到了一个大的神经线的话 那可能是医生的操作不当 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我们的这个麻木的感觉 可能会一直跟随我们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下颌角手术的话 一定要选择比较专业一点的 大型的医院来做 这样会更好一点哦 现在的话呢 专门医院也是特别多的 不是需要 不是一定要去大型的医院 这样专门的医院也是有做轮廓的院长 他的话呢 每个医院做轮廓之前 都会照这个CT去确认这个大神经线的位置 然后看一下这个距离可以切去多少骨头 当然现在的话呢 所有院长都是非常安全地做这个手术 除非有也有很多常住的麻醉师院长 因为很多手术也是因为麻醉的问题 会出现事故 所以呢这个麻木的问题 就像我们刚才小南说的 是需要一到三个月之后呢 他会慢慢慢慢恢复知觉 因为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毕竟会动到会触碰到这些小神经线 但是呢 没有碰到大神经线这样的问题的话呢 我们是没有什么任何危险 是的 所以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呢 还是要选择专业的医院 专业的院长来给咱们做 这个是最重要的哦 嗯嗯 珍爱生命 是的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